Hello,大家好,我是Math学院的王坤 然后我们这节课了,然后接着讲,接着讲多线程 但是我们要讲一个新的内容了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把两大块,GCD和NSAgration这两大块已经都讲完了 然后这节课我们要讲这个NS thread 其实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它其实就是直接操作线程 我们讲前面GCD和NSAgration的时候 我们会着重讲的是对冽,然后封装的一些操作 我们其实提到线程的这种时候不是特别多 因为这两个是苹果已经帮我们封装了一次的 然后让我们就更专注于自己做的事情 但是这个NS thread,它我们操作的时候 很多时候它会直接操作线程 它苹果的话,当然苹果也会帮我们封装过 也是封装过 如果真正的底层的话 那个Pascus thread,那种方式才是会更底层一点 然后由于我们是在第一节课 这里啊,什么是多线程 这里讲本课程的适用对象 主要是针对有一点基础的iOS出血者 既然是出血者 那么我们这个ns thread这一块 就是说如果相对涉及到比较底层一点 会相对复杂一点的 我这边就这门课程里面就不会再进行一个详解 因为按照大家是出血者的这种对象来说的话 讲的内容太深入了的话 会影响大家的积极性 可能大家听着听着就觉得很模糊 对吧 所以这些课论啊 我我讲ns thread 我就相当一直把它的一些基本用法 啊 然后一些简单的一些概念啊 给大家讲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我不会像前面这两个啊 gcd和ensor version那样讲的那么细啊 ok 然后我们来进入今天的课程 然后它的试逆的话 我还是用先前的啊 先前一直用的 就是这个 还是点击发送 然后获取图片啊 这次我换了一张图啊 换了一只猫的图了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首先 我们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其实我们如果平时做项目的话 基本上这两个就够了啊 然后什么时候会用到呢 就是有时候可能会需要做一些长时间的啊 长时间的 需要一直使用紫线程的时候啊 因为ns thread里面 它有一个wrong loop的一个概念啊 我们可以让它保持一个长时间的在那呆着啊 因为如果频繁的创建和销毁线程的话 是会影响系统的资源啊 ok 但是这节课我们不会讲太多啊 我们就把ns thread 他的一些方法给大家过一道就ok了 我们先一个一个来啊 先讲一下ns thread的这两个方法啊 snip 其实听过我前面讲的几节课的同学 应该我先把这个注视点啊 应该知道啊 我一开始做snip的时候我用了这个啊 用了这个snip啊 顺两秒 其实我们它来源是什么呢 来源是我们ns thread里面的一个类方法啊 也是s 这两个方法啊 我先讲第一个方法啊 其实是一样的 也是让它主线程啊 线程在这儿阻塞两秒啊 把它相当于是阻塞当前的线程啊 在那儿停停它两秒 对吧 我们运行一下 看到没有 刚才它你看 盾了有两秒左右 对吧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啊 和这个snip是一样的啊 这个的话 嗯 平时用的情况也不是特别多啊 可能是 呃 有时候会用的啊 多数是我们比如说讲needs的时候 我反而会用的多一点啊 第二个其实差不多啊 第二个snip 这个呢是直接睡两秒啊 它还有一个类方法 这个呢是直接给它指定一个时间啊 传一个ns data类型的一个时间进去啊 它就睡到这个指定的时间 那个地方啊 这里我就不做演示了 OK 然后我们讲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下一个这个我们是在呃多线程的基础来啊 简单的提了一下 就是我们要开一个紫线程的时候啊 可以用它的这个一个简便的类方法来做啊 我们演示一下 这个啊 这个方法 这个它是一个类方法啊 第一个相当于就是传我们的一个采安数啊 第一个加速就是我们要把我们的紫线程的入口点放在哪里 比如说 我建一个啊 够 不要 它放了它放了什么呢 嗯 把它的入口点在这里 然后 然后 这里是要用还是用我们的GCD啊 顺便可以帮大家再熟悉一下GCD的用法啊 这里是要调用主线程来更新我们的UI嘛啊 所以要这样子 OK 而这里传什么呢 这里就传我们的 Go啊 Taget啊 甚至为我们的本身的这个Land啊 我们要传什么参数呢 不需要传对吧 OK 其实这样也是一个多线程的解决方案啊 我们在第一次第一次讲多线程技术的时候 给它演示了一下 它现在你看是我们是在异部的请求这张图片啊 请求出来然后调用GCD的啊 用主对面啊 放进去更新我们的图片 然后这个方法其实用法也很简单啊 其实我们讲这个的时候我们可以进去看它的这个类啊 看它的原代码里面的这个类的是怎么写的 OK 你看苹果封充了这么多啊 今天我们就挑里面的比较 比较常用的来给大家讲啊 这个方法类方法的话 用法很简单啊 我们就不多讲了 然后这个的话是我们可以 有时候我们会用的 比如说我们拍了它现在的县程是哪一个县程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打印一下 回到我们的类里面啊 比如说我们再站一打印一下啊 我来看一下它会打印什么啊 看它打印是什么啊 有个名字慢啊 相当于这个是我们的主对面啊 对吧 主对面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打印的 这里刚才我们说了啊 是把这个当作紫线程的入口点啊 那么我们猜测一下啊 它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一个紫线程对吧 有点慢 算了 这会网速有点慢 我们不等了 我们把它放到前面的啊 放到前面的 OK 放送 名字没有取啊 因为我们是直接用的一个类方法啊 直接相当于随便开了个线程啊 我们又给它取名字啊 那是number2 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 它不是主线程啊 主线程是有名字的啊 他会名字的就是慢啊 OK 这个方法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用的啊 我们会在呃程序里面判断 它是属于哪个线程啊 是子线程是主线程 回去看 OK 这个完成了之后 我们就来讲下面它的另外的几个用法啊 讲完了之后 那么我们的nswade就 就讲这些内容啊 大家平时 有时候看到啊 要知道怎么用就OK了 还是先去看一下它的原代码啊 进去看它的原码啊 原码里面有把它的类都列出来了 有些属性啊 有些方法啊 这位的啊 今天我们先讲这几个 慢啊 它的慢其实和我们的上一课讲的 呃 ns operation啊 它里面有个自定义啊 当时我们用的是什么 也是相当于创建的一个子类啊 然后 然后重新了它的慢方法啊 那么 这几个我们相当于 也是有啊 人家4月的也是有个慢方法也是可以重新 那么我们来回顾一下啊 相当于是回顾上一节课的创建方式 加深印象啊 也是先给它建一个子类啊 子类继承子 人家4月的 哦 这个 这个是先前我已经创建了的啊 这里 嗯 我做demo的时候创建了的 那么我们就先不创建啊 直到这个过程中 我们直接跳过来看啊 现在已经创建了 这个是我为了也是网速的时候啊 多给它多弄了几个 先前网速比较快的时候啊 多写了几个来表现差异 OK 这里是怎么建的 然后我就不用跟着代码一起写啊 那我就直接把 以注释的形式啊 因为我们上级 可已经讲了它的做法了 对吧 我们这里先正写啊 重写啊 重写 啊 ns sid mine方法啊 相当于就是把 方法类 OK 这个很简单啊 这个就是 嗯 好 可以 我们给它 好 耗时 好 操作啊 这些相当于 因为这个是请求网络数据啊 它是一个耗时的工作啊 这里其实我们是用了一个代理协议的方式啊 OK 然后这个类大家可以再看一下啊 我可以和上级读课我们讲的ns of racing里面的那种方式也一样啊 获取到了之后然后我们在主先生里面啊 调用我们的代理 哎 然后 然后 在哪里用呢 我们就在哪里用呢 我们就在中间 我们刚才建的那个代理的名字叫 嗯 应该是mine mine sid 啊 delegate 然后它的代理方法啊 好我们写在这儿 然后这个代理方法里面相当于我们就已经把这个data数据获取了 ok 然后我们把这个go刚才已经没用了啊 注释掉 这个也注释掉啊 那我们来从头 现在我们已经见了nwk thread 相当于是我们的ns thread子类啊 怎么用它呢 ok 我们十年啊 十年换了之后 把它的 先把代理付过来啊 等于sale 然后 start 就ok了 然后我们就 运行一下 start 的方法就是 我们如果是自定义的啊 自定义的 我们没有用这个类方 类方法 它是自动就开始了 然后如果我们是自定义了之后的话就要调用一下start啊 现在是没有阻塞主线成的啊 然后等网络网络请求到那张图片之后啊 它会在 界面上更新它 ok啊 然后这里已经加的出了啊 刚才是网速太差啊 然后 我把它暂停了一下啊 刚才网速确实差的不行啊 我还一度以为我的代码写错了 现在已经加的出来了 然后 用法其实就这样子啊 也是很简单 然后它还有一个是sale 啊 取消 取消这里其实都大同小异啊 和start的用法一样 比如说 message 这样的点 第一个啊 就是我们取消 第二个啊 是我们判断它是否取消了 对吧 如果是已经正在运行的 的话 你点取消是取消不了的 和那个operation 那所为心里面的那个sale 其实是 差不多的啊 ok 然后我们 原来sweat就 讲这些 讲这些啊 然后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了解一下这个啊 wrongloop啊 如果是大家时间比较多啊 而且基础达得比较好的话啊 可以去了解一下wrongloop 然后 这里可以了 我们就 讲到这里啊 那么我们下期会再见